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个换我一个 对 好吧 说来听听吧 你店子里卖一个叫桂花糖藕 是吧 有 你用的是9孔的藕 这种藕叫做荡藕 它生长的水域 离水面在1米以内 这种藕是经过的长时间的文化 这种藕 所以藕像是不足的 你应该用7个孔的藕 这种藕叫做糊藕 它长的地方离水面至少一点 这是老偶 只有这样的老偶 才能经过起6个小时以上的火候 它的偶像才做 再来说一个实用的 花生米 这是你送给客人 餐厅小点 如果说有点牙口的人 就能吃中这个花生米 你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吗 它会有人爱上这个花生米 它会因为一碟花生米而吃你一桌菜 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小李听听 生的花生用冷水泡 胀发了以后把水沥干 再用同样的方法去炸 这样炸完它就酥了 有点牙口的人就能磕得开它 绝对 黑鱼那个肠子是不能扔掉的 那什么 黑鱼肠子 这是黑鱼里面最好吃的东西 什么口感 那是一种独特的爽脆而且入味 还有比如说甲鱼甲鱼的苦胆 是绝不能扔掉的 把那个胆子捏开来 胆子捏开来用黄酒划开以后 腌甲鱼的肉 这样甲鱼身上那种独特的那种意味 就可以结得干干净净净 土鸡咱们用来吊烫 老母鸡 鸡杀完以后是不可以立刻下锅的 唐话说鸡要吃轿 鱼要吃跳 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刚杀完的胆子 对我来讲 这十个方子也是蛮有诱惑的 想想的算了 就成全它吧 这些都是我走遍大江南北 向各方大师讨教来的绝招 顾成是个行家 他当然明白这些绝招的分量 再说 熏鱼那个鲁汁的核心机密是什么呢 是香料的比例和它熬制的说法 但是我只要看原料的构成 这本书写成以后 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明白味道的道理 但是它很难反对一模一样 按照行规 也按照他们刚刚商量好的约定 顾成终于展示出了神秘的熏鱼鲁汁配方 我觉得这个方子有冰榻 我来摆摆看 不一定对 这六位 这是上海人一般来说 做熏鱼常见的地位 最常见的就是葱 姜 酱油 糖 黄酒和盐 口有口味 关键还有这样 这个是漂亮 这怎么讲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蜂蜜和麻油 它应该在熬的最后放下去 对 是吧 这样一上桌以后 客人就会闻到那香味 这叫前香 没错 最绝的是这个 这些小香料神来之彼 但是又不能播 又不能抢夺的主题 是吧 还有一点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麦芽糖 这个冰糖 这个蜂蜜 通常上海人以前做熏鱼用白糖 白糖 对 平吃而已 对 它就有层次了 它就感觉特别细腻鲜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 整个看完了以后 我不管它当年 是不是老大房的 那个原始的配方 但是从设计上来说 这的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 周同喜欢这种 剖析美味的感觉 酣畅 痛快 顾承送他出门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你知道吗 第二份薰衣是按照今天这个配方做的 哦 那平时呢 平时你知道了 肯定是按照我们的出品菜来做的 这个调料啊 各种时间上操作上 不会那么长时间 如果按照今天这样做法 我们这样做是要亏本的 成本太高了 好 你手好 你忙你忙 静下来 好 行 拜拜 再见啊 周同又一次陷入了困惑 既然顾承停时 不按最好的配方来做 那么即使他写下这个配方来 也最多只能算是个标本 老上海的熏鱼味道 普通顾客真的是很难吃到 传统美食文化 面对市场经济时的无奈 周同经常会遇上 但不管怎么说 熏鱼这个难题算是有了着落 红烧回鱼那个结还没有解开 尽管周同和张明德 都不是块钓鱼的料 但他们还是相约到郊区的农家乐 来散散心 他们需要这样一种 平心静气的场合 来探讨关于红烧回鱼的 每一个细节 农家乐里的大锅土造 突然点醒了周团 本帮菜中的铅烧不如一闷 有个矛盾之处 门要求不结锅盖 烧却要挥发掉一部分水分 农家乐里的蒸汽腾腾的 木头锅盖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对矛盾 回到自己的厨房 张明德立刻尝试 用木头锅盖做红烧回鱼 这一次他成功了 其实师父最早将红烧回鱼的时候 就用的是木头锅盖 但是我一直就觉得 这个木头锅盖太破旧了 不符合星级酒店的卫生标准 所以就一直没有用 这些夺门的心法 是我们上一辈的师父的经验 这个你不是上一辈 交不交的问题 是下一辈要不要的问题 对于张明德来说 那只普普通通的木头锅盖 其实就是从形寺到神寺之间的 那一步质的飞跃 但对于很多厨师来说 这一步可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差不多就可以 周童也终于明白了 烘烧回鱼自来欠的秘 但是他知道 在淘汰了木头锅盖的都市饭店中 顾客也已经很难再吃到 正宗的红烧回鱼 中华美食中的许多绝妙之处 往往就在不知不觉的 快餐化 通俗化 生产中 被改造掉 今天是老大同搬迁的最后一天 厂区里有些凌乱 周童再次来到老大同 这一次王好秋竟然不等周童提问 就把酒糟的秘密和盘拖出了 上海独特的糟香卫星 必须用陈年的老糟泥 作为发酵的引子 按一定比例混进各种香料 再与当年的黄酒糟拌匀 庄潭存放两年以上 这样才能酝酿出一种 与众不同的味道 这是用特定的水土 再加以耐心和时间 才能酿造出来的味道 这才是让杜月笙 魂牵梦莹的上海味道 厂房差不多已经搬空了 王好秋连一个助手都找不到 糟泥和香料也无法按要求粉碎 但他还是尽可能地 把这个制作过程演示给周童看 从当年学手一时算计 王好秋的这套活 已经干了37年 周童知道 像他这样掌握老上海香糟 全部奥秘的老糟工 已经没几个了 糟泥头 熏鱼 红鱼 烟烧回鱼的秘密 终于全部解开了 对美食喜欢刨根问底的周童 也已经在这次书稿中 记录下了每个菜的细节 交稿之前 他请何一昭会长再把一次关 写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 当然也会有一点小的细节 是吗 还可以再细一点 您给我指出来看看 比如那个油爆虾 油爆虾它那个 就是这一节 这一节 它那个油爆虾的这个 虾的本身的规格大小 这是很讲究 这个虾如果过大或者过小 它都做不出这样的一个味道出来 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那么其他的各章里面呢 也有一点这样的小的细节 没有深入写下去 但是以前也没有人去写这一节 如果你这里面 这本书里没有写清楚的话 恐怕以后这些东西内容啊 很少有人知道 经过这些天的探访和推敲 周童可能还是遗漏了一些细节 味道当中 那些博大精深的学问 让这些美食工作者都叹为万致 人的感觉器官 所感受到的对象 一般被称为 视觉 听觉 触觉 嗅觉 和味觉 但只有味觉 所感受到的那个东西 才可以被称之为道 这就是味道 千古以来 求道从来就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 时代变迁 有些美食变了味道 有些菜式消失了踪影 传统美食成了快餐 美食节目也成了一种娱乐消遣 不过 还是有一些求道的人 为了能将味道中的秘密 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 一丝不苟的努力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